2013年的第一周 大家都是在连续八天的超长工作日中开始的 我们来先问问王鑫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还好 而且就我们这种工作性质 连上N天班也是正常的 不过我周围很多习惯过周末 习惯朝九晚五的朋友 有一点吃不消 这就吃不消了 这不行啊 很抱歉地告诉大家 万里成争 您才踏出了第一步 你看这个春节马上到了吧 春节放假之后 你得连上七天班 然后是清明节 之后你得连上六天班 这个五一和端午 其实也是如此的 之前都需要连上七天的班 更悲催的是中秋 三天的假期之后 要连上九天班才歇国庆 这放假成了挪假了 有人就说 今年的节假日休不起 放假还不如说是挪假 这是很多人看到这份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2013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的感受 2013年七个节假日共放假29天 而假日后有12个双休日要面对上班补假 因为按照2007年修订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目前我国全民公休假日实际上只有11天 要凑成29天的假期 必然要从双休日中挪假 反正这总量就这么多 如果前面让你休息多了 你后边让你上班久了 你就不开心 其实这种前挪后凑的放假办法并不是今年才有 而是多年来一直遵循的一个惯例性安排 之所以今年受到如此多的关注 是因为2013年的假日很多都出现在了周二 周三周四挪假的现象更为突出 2011年和2012年挪用双休日分别是五天和七天 而今年则达到了12天 那这五个小长假呢 其实法定计假日就是五天 但是你要非要休15天 那这里边肯定就要挪用相应的双休日 这样的每年全国假日办就要重新做一个放假的安排 这就是所谓的计划性或者是被放假 被放假 其实本来应该是件高兴的事 那么国家法定的双休日一年52周 就是让大家每周有一个合理的节奏 工作五天休息两天 那现在这样为了救活这个节那个节的双休日成了鸡肋了 大家都节度紊乱 对 完全的是东拼西凑 这样拼出来的小长假到底合理吗 大家真的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来休假吗 我们一起来听听 不合理 各有利弊 我可以接受 觉得这样挺累的 还是比较合理的 挺好的 然后出门旅游什么的 假期非常充足 还是正常项目要好一点的 我觉得参休会觉得更累一点 放三天假跟放两天假区别不大 但是上五天班跟上八天班区别还是挺大的 可能是会感觉负荷比较大一点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选择正常放假 但是我觉得对于那些就是说 比如说家在外地啊 特别渴望去跟家人团聚那样的人来说 就是说这种调休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三天还是三天该有周日 还是有周六日的这样休息比较合理 如果说作为一个奢侈的想法是该休假的时候休假 然后反过来该正常节假日休假的时候也要该正常休假 我觉得吧 这个其实都无所谓 但是需要把这个就是咱们那个放假的这个时间 可以合理的那个人性化的那么合理的安排一下 我就想起海南了 同样是元旦放假 人是吧 12月31号定了一个海南欢乐节 也是凑 但是吧 把三天的小假拼成了非常让人羡慕的六天长假呀 对 我身边好多人很羡慕成为一个海南人 那么海南省旅委就说了 之所以把欢乐节定在31号呢 那是因为凑整 是为了方便百姓更好地进行休假 你看都是凑 凑的结果差距非常大 人家这个多么人性化呀 对呀 这个海南的这个欢乐节呢 是国务院特批的 地方政府是没有制定假期的权利的 所以说咱们一般还学不了 但是呢 我觉得休息就是为了更好的工作 对吧 相关部门还是得好好